以后如果你想吃鸡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一个爆炒尖椒鸡 鸡肉香辣鲜嫩又好吃 首先准备三个去年新鲜的鸡腿 鸡腿的肉质越新鲜越好 接下来把鸡腿剁成小块 做爆炒尖椒鸡 鸡块越小越好 千万不要剁得太大 鸡块剁得太大 炒制是不容易熟 大家好,我是喜爱萌 剁好的鸡块放入盘中备用 再洗干净的青红小辣椒 把辣椒顶刀切成寸段 能吃辣的朋友 可以多放一些红小米辣 切好的辣椒段放入盘中备用 去皮清洗干净的生姜 顶刀切成小姜块 去皮清洗干净的蒜子 蒜子从中间一切两半 再洗干净的小香葱 香葱白顶刀切成葱段 香葱的葱白和葱绿要分开放 切好的葱姜蒜放在一起 留下来的香葱叶 也顶刀切成葱段 切好的香葱叶放入盘中备用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菜籽油 下入切好的葱姜蒜 把葱姜蒜炒至变色 炒出香味 下入花椒30粒左右 把花椒和葱姜蒜一起炒香 下入做好的鸡块 这个时候把家中的火开了最大 大火把鸡块爆炒一分钟 鸡块剁的比较小 成熟速度非常的快 烹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下入少许的蚝油增加鲜味 把调味料和鸡块炒出香味 下入切好的青红小辣椒 下入精盐增加底味 下入味精增加鲜味 下入胡椒粉增加香味 把所有调味料和鸡块翻炒均匀 用大火快速的把锅中的汤汁收浓 能让炒出来的鸡块香味更加的浓郁 最后下入切好的香葱叶 把香葱叶和鸡块快速的翻炒均匀 一道非常美味的爆炒煎牛鸡就可以出锅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